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前只驴 古时候 贵州一带没有驴 那里的人们对于驴的相貌 习性 用途等都不熟悉 有个喜欢多事的人 从外地用船运了一头驴回贵州 可是一时又不知该派什么用场 就把它放在山脚下 任它自己吃草 散步 一天 一只老虎出来觅食 远远地望见了这头驴 这只老虎也从来没有见过驴 看到这家伙身躯庞大 耳朵长长的 脚上没有爪子 样子挺吓人 老虎有点害怕 在心里琢磨 哎呀 什么时候跑出个这么个怪物来 看上去似乎不大好惹 还是不要贸然行事 观察一下再说吧 连续几天 老虎都只躲在秘密的树林里面继续观察驴的行为 后来 觉得它好像不是很凶狠 就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它 但还是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一次 老虎正在慢慢接近驴 驴忽然长叫了一声 声音十分响亮 老虎吓了一跳 以为驴想吃掉它 回头转身就跑 跑到较远的地方 老虎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驴一番 觉得它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本领 又过了几天 老虎渐渐习惯了驴的叫声 于是它又进一步和驴接触 以便深入地了解它 老虎终于走到驴身边 围着它又叫又跳 有时还跑去轻轻挨一下驴的身体再跑开 驴终于被老虎戏弄得愤怒了 就抬起蹄子去踢老虎 开始的时候 老虎还有点害怕 不久 见驴再也无计可施 终于明白了 原来驴总共也只有这么点伎俩 老虎非常高兴 嘲笑着驴说 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原来也就这么几招本事啊 说着 就跳起来扑上去 咬断了驴的喉管 吃光了驴的肉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貌似强大 没有什么大本领的驴子 终于被老虎吃掉了 刘宗元用驴子的下场 警告那些装腔做事 吓唬人的人 你们给听�전 言但我 rozm使自己吓唬人 唯有时的一哗 孔是十誠兰张